全台灣的好朋友大家好 台灣空屋的問題不分黨派 不論族群 不管年齡 人人都是受害者 無論您今天支持哪個政黨 無論您有什麼背景 無論您今年幾歲 空屋的問題都可以要了您的命啊 目前又以我們高雄最為嚴重 根據報導 以及幾位醫師告知我們 每年高雄的空屋問題 可以奪走上千條的人命 因應現行 我們市政府的防治空屋施政 明顯的緩不濟急 所以我們反空屋 反來讀顧健康全民聯盟 今天到高雄市議會陳情 並提出我們聯盟的三項訴求 我們待會會將我們的陳情書 遞交給市長議長以及議會的各黨團 聯盟的三項訴求是第一 2021年我們新達火力發電廠就必須要無媒化 空氣污染 每年在高雄奪走上千條的人命 像這樣的燃煤發電廠 根本就是殺人機器 解決殺人問題 刻不容緩啊 今年就得要處決凶手 我們今年就要新達火力發電廠 無媒化好不好 第二個訴求 我們今年2021年就要中鋼公司的空屋標準 要比照他的子公司中榮公司 中榮公司在台中中鋼公司在高雄 台中有盧秀燕市長 高雄有陳其邁市長 如果台中市可以要求中榮公司達到的標準 我們高雄市理所當然也可以要求中鋼公司達到啊 男女平等 我們高雄台中也是平等的 既然台中有經國英雄 我們高雄甘願出虛美狗熊嗎 我們今年就要我們高雄的中鋼公司的空屋標準 跟他的子公司台中的中榮公司一樣好不好 好 第三 2022年明年 我們高雄人的空氣品質 就要比照台北人 高雄市民不是次等公民 我們與全台灣人民都繳納一樣的穗金 我們身在偉大的城市 身為偉大的人民 為什麼我們的空氣品質就要比較差 我們活該倒楣嗎 還是高雄人的命不值錢 高雄人就這麼被看不起嗎 我們不明白什麼叫做天龍國人啊 我們只知道無論是台北人還是高雄人 都叫台灣人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是人啊 我們明年就要我們高雄人的空氣品質 跟台北人一樣好不好 加油 以上的三個訴求 合情合理天經地義 今天我們聯盟到現場來陳情 我們鄭重呼籲高雄市長 務必要面對且承諾簽名 我們拜託兩年拼四年的陳其邁市長 可以勇敢出來面對民眾的陳情 我們懇請一生懸命高雄的陳其邁市長 可以給我們這些命懸一線的高雄人活命的機會 人民得呼吸 百姓都要命 我們都要命的啦 我們要跟烏染說NO 我們要請陳其邁市長揣公 對不對 待會我們九點鐘陳情活動開始之後 我們會把現場的主持棒交給歷史哥 待會我們聯盟還有幾位醫師專家學者會發言 那麼我們目前我們跟市長約的時間是九點鐘 希望市長九點鐘就能出來接受我們的陳情 今天市長除了出來陳情之外 我們希望市長可以在陳情書上承諾簽名我們聯盟提出的三項訴求 待會還有各黨團也可能會出來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親自出來 如果你們不出來 我們就只好要進入到市議會 將陳情書送到你們手上 讓你們來親自簽名承諾 這就是我們今天我們陳情的訴求 那待會我就把主持棒交給歷史哥以及現場的我們專家學者發言 預計九點半之後 我們現場有個小台子 我們會讓今天所有來現場的民眾好朋友上台發言 暢所欲言 希望大家今天把你心中想要說的話 全部說出來 為了反空污 為了您的命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好我們謝謝我們學校的上弦哥 那我們今天呢 為什麼要來到高雲市議會 我今天參加這個聯盟 其實我是一個以一個年輕的爸爸來到這邊 我自己呢今年呢 準備有第二個孩子要來了 但我發現孩子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他的過敏嚴重 最近剛去看了醫師 醫師說哇得了鼻動眼 其實不只是高雄 這個污染的問題啊 是台灣一直以來一直很大的一個狀況 我們過去我們的先輩帶給我們經濟起飛 可是犧牲了我們的環境 高雄 愛河 壽山 其實像愛河就像我們的母親之河 壽山就像我們父親之山 我們應該每天都可以看到他 可是在場大家可以看到 你在遠邊的空氣 他就是黃黃的 他就沒有辦法很清澈 這很奇怪 我們用了上一代人的性命 來造就今天台灣的經濟起飛 可是到現在 我們應該回頭來想想 要帶給我們這樣子一個環境 怎麼樣的一個未來 因為一個健康的環境 才會有健康的人 健康的人才會有健康的國家 一個健康的國家 才會有一個未來的競爭力 大家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叫顧健康 其實顧這個健康 不只是顧人的健康 顧這個國家 顧土地的健康 所以今天只是第一步 我們今天希望 就像我們星期二的時候 來到這邊 開了記者會 今天其實我們一樣是延續一個 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希望告訴市長 市民們受不了了 環境真的很髒 是不是可以先從最先開始的 污染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知道 污染這東西 它是一個無形的殺手 它可能不會馬上殺死你 像昨天有一個很讓人不捨的新聞 就是我們知名媒體的黃偉翰先生 偉翰哥 他的媽媽被酒駕撞死了 大家一時很憤慨 全國的焦點都在這個酒駕上面 現在大家酒駕零農人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酒駕它可能是個別生命的損失 而污染是集體生命的損失 所以今天我們有幸兩位醫師 我們黃玲玲醫師 蘇維座醫師在現場 等一下我們也請他來跟大家說一說 到底這個污染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無形殺手 可能我們呢 明面上很憤怒 很憤怒呢 這個酒駕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呢 對這個無形的殺手 我們卻一直在容忍 既然對酒駕殘害生命是零農人 那我們對於污染這種殘害生命 為什麼又能容忍呢 為什麼我們能接受呢 所以需要有人來喚起這樣的意識 而高雄 其實他的污染 殺傷的人命 我相信兩位醫師都非常的清楚 等一下我們請黃醫師來告訴大家 所謂的污染殺的人 絕對不會比酒駕少 污染殺的人 不會比拿槍的歹徒少 甚至成千上百 成千上萬 最近 我爸爸一個朋友 也是在小港 工作了一輩子 退休了 沒幾年 發現身體怪怪的 爆瘦 突然去檢查發現 又是癌症 這已經是不知道是第幾個 我想在場很多都是我們高雄的鄉親 你身邊一定有人 六十幾歲就得癌症 全國平均壽命 男性是快八十 女性是八十幾 為什麼高雄人在六十幾 癌症耗發力這麼高 因為努力了一輩子 可是卻被污染這個東西 無形的殺手給殺掉 大家想想 真的是努力了一輩子 付出了一輩子 好不容易 把下一代 還有一代 把一號大一 把車都給大一 要來鄉修 鄉鄉 變成癌症 嚴正一來 家庭 整個都拖累下去 這個比一瞬間 可能假設說今天是酒駕殺人 一瞬間的事 家屬也是痛苦 可是癌症 無形的健康殺手 那不是一瞬間的事情 那是幾十年啊 幾十十年啊 我們真的可以連心想嗎 我們真的把它弄得住嗎 但是我們強忍著 內心的悲傷 我們沒有太多的憤怒 我們是難過 但希望這份難過 我們的執政者可以知道 我們的陳其邁市長 他去年八月 重新回到高雄 他可能不知道 高雄 高雄 他可能在台北做法做很久 他不知道高雄 到底現在是怎樣 所以我們今天 希望他來回憶我們的訴求 我們會有陳情書 我們會有理論 會有理據 會有數據 很切實的希望 我們的市長知道 讓我們的市長了解 高雄人心中的痛是什麼 高雄人在痛什麼 高雄人在不管什麼 今天大家為什麼要犧牲星期五 該上班賺錢的不去上班賺錢 該在家裡休息的不去家裡休息 偏偏來到現場 為什麼 總有個原因 什麼原因 我們要說出 我們內心對於空氣汙染 對於環境汙染的沉痛 今天第一步是高雄的小事 將來我們也會希望 全國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響應 因為環境 是彼此互相影響 全台灣 就兩千三百萬人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一個大島 幾個小島 大家都在一起 這個絕對不是 你的縣市汙染 我的縣市不汙染 你的縣市得癌症 我的縣市不得癌症 沒有這種事 只是我們先跳出來 希望大家一起響應 所以歡迎線上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一起來發論我們的活動 那詳細的數據 我就交給我們黃毅林醫師 來跟大家解說 到底 我們要顧什麼健康 我們要怎麼樣努力 到底高雄的狀況 已經多嚴重了 謝謝 各位現場所有的記者來賓 所有我們支持 反空團體的所有來賓 大家好 我是黃毅林醫師 今天我們會來高雄市議會 這個陳情 我們陳市長 是因為今天的主題 剛好是要講到空屋 我們陳市長 既然把空屋 當作他施政的要點 我要跟大家說明 空屋不是高雄市人的專利 六個院強市 每年死一空屋都超過一千個 一千人死一肺癌 不是只有一千個喔 就單單肺癌一千個 台北市一九一八 新北市二三八八 高雄市一六五七 我們的桃園也一二六六 台南也一零三三 台中一零五九 請問一下這個死亡人數多不多 比我們新冠肺癌還多 總共加起來一百零七年的統計 是九千七百零一個人死一肺癌 肺癌證明是跟空屋有絕對的相關 也就是說 非小細胞的肺癌 主要就是空屋造成 空屋最主要造成的原因 又是跟我們的火力發電 還沒有關係 所以剛才我們的隱先人有提到 我們為什麼要求要把新打火力發電關掉 因為我們的陳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他講了兩句話 我到現在非常感動 我希望他能聽到我講的話 兩年拼四年 可是他說 2025年才要把燃美出去 這樣對嗎 你說兩年當四年用 你就趕快去解我們空屋的問題吧 然後你說要把新打火力發電廠的第四燃美發電廠 你可以提早半年或一年 我拜託你趕快提早 因為人民是你的主人 因為人民的健康跟安全 加上沒有得到維護 你有什麼福利也沒有用的 執政者的目的就是讓這一塊土地的人民 包括南的綠的 所有人民能夠得到幸福安康 不是嗎 所以我跟大家說 今天我們站出來就要告訴我們陳吉邁 你兩年拼四年 你說2025年 你才讓他無媒化 我們要求不多 你先把新打火力發電廠關掉再說 你說你跟提早半年 或一年 我請你再快一點點 因為人民的生命不能等 我們身為醫生 看到趙薩康的父親母親都死肺癌 看到我最喜歡的媒體人 陳文倩也得到肺癌 難道肺癌的數字不夠多嗎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肺癌這10年20年成長 大家看一下 這絕對是衛生署的統計 這絕對是衛生署的統計 在馬英九十的最後一年 曾經有下來 現在繼續上升 在107年的統計是 9701個 這樣不夠多嗎 台裡有幾個人可以死在這邊 我覺得 只剩這個 包括六個縣市的院廈市的市長 都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這個是衛生署的統計 我有說錯嗎 每一個數字都在這邊 非常詳細 106 106只有9467個人 短短一年 107 增加255個 這樣還不夠多嗎 所以我們要求 我們支持的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關係到你的父母親 關係到所有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子孫 包括你自己在內 你希望你年紀輕輕就死一肺癌嗎 這兩個圖 全部是環保署的 全部是健保署的資料 假使我們有說法 我們有不實的陳情 請大家可以來扣我 可以來質問我 所以我說的事情 請我們所有媒體一定要廣為報導 為什麼 我們今天 反公屋 反大一堵 顧健康 這個也剛剛成立 成立的人全部在前面 我們不是個人 我們是一個團體 所以我們會在高雄 做第一次的 所謂的澄清 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火 一直燃燒到 所有的院俠市區 我要告訴所有執政者 我們不要你加薪加多少 我們不要你福利多少 我們不要小缺 我們要的是 我的身體健康 跟平安 謝謝 我們感謝黃立林醫師 我們另外也請我們書委說醫師 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因為我們跟市長約的時間是九點鐘 那目前我們現在也在外面快到九點十分 待會九點十分 國民黨的這個議會的黨團也會出來 但是我們很希望的是 在黨團出來之前 我們很希望市長可以親自出來 接這一份陳情書 所以我想 我們現在我們呼喚一下市長好不好 好 我喊陳其邁大家喊 tr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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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 我們的要求並不過分 當然黃醫師已經有告訴過我們了 我們聯盟為什麼要提出這三項訴求 光是第一項訴求 我們希望市長可以承諾我們 今年就把新達火力發電廠五媒化我們這個要求過分嗎 每年我們高雄死的可是上千條的人命啊 像這樣的一個燃煤發電廠它根本就是殺人機器啊 我們今天我們希望在今年我們就希望我們新達火力發電廠五媒化這個要求一點都不過分 第二個要求中鋼公司的空物標準去比照中榮公司 中榮公司是你中鋼的子公司耶 竟然台中都有這樣的標準 為什麼我們高雄的中鋼公司不能也這樣要求呢 第三個訴求 如果明年我們高雄人的空氣品質要比照台北人 這有過分嗎 我們繳納一樣的穗金啊 為什麼我們的空氣品質就一定比較差 為什麼我們高雄人就一定要比較短命呢 全國的好朋友 今天可能你是在台北你是在台中 今天我們南部人我們就比較倒楣一點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只有南部人的問題啊 然後其他的地方就沒有這樣類似的問題嗎 只是我們高雄的問題比較嚴重 我們希望我們高雄的空氣品質可以跟台北人一樣 以上的這三個訴求 為什麼市長不願意出來接見我們 我們手上已經準備好陳情書 我們希望市長可以親自出來接 親自對我們承諾簽名 兩年拼四年是陳市長您說的 一生懸命高雄也是陳市長您說的 現在命懸一線的高雄人是40 我們希望有一個活命的機會 我們的要求合情合理天經地義 一點都不過分 我們再緩一次 我們陳情邁 大家請市長出來 吹共好不好 陳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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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國民黨的 我們的議會黨團總召 團總召出來了 來 我們歡迎我們國民黨團的議會總召 董議員 那我們請我們兩位醫師 我們來遞交我們的 反空污 反萊毒 顧健康全靈聯盟 針對這一次 所謂的空污 我們來遞交我們的陳情書 好我們先請我們的醫師 我們聯盟的醫師來遞交 我們的陳情書給我們的 同總召 來我們要表演 要表演 對對對來值得 議長來了 議長來了 議長 議長 我們感謝 議長 加油 我們曾議長也來現場 我們也請我們的 蘇醫師代表我們聯盟 謝謝 遞交 我們反空無法來賭 顧健康全民聯盟的陳情書 謝謝我們議長 還有我們國民黨的佟總召 那 待會我們是不是先 我們請我們的議長跟佟總召 來為我們 來發表一下 蘇醫師 黃醫師 呃 戴口罩 比較看不出來 呃 蘇醫師 欸 各位媒體 先生 小姐 還有我們各位 為空污而來到議會 來陳情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國民黨的 呃 同總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議長好 謝謝 議長好 謝謝 謝謝 空污是我們高雄人的痛 呃 我想空污 呃 我們 不分黨派 我們所有的議員 我們都會努力 來監督我們的高雄市市政府 我們的成脈市長 以及 呃 團隊啊 希望他們能夠重視 呃 我們高雄市的空污的問題 希望我們的市長 拿出魄力來 希望 真正的 對我們的恐怖的問題 喔 就跟 就跟 對 追根究底的 去了解 去解決 讓我們 讓我們 免於 得到 喔 會癌 會癌的 這個恐怖的 這個 呃 病當中 所以啊 大家 放心 我們所有的議員 一定會 齁 對這個議題啊 會很 慎重 而且也會很 積極的 來 呃 幫忙 齁 那個議長啊 還有我們 黃醫師 蘇醫師喔 還有所有環團的 所有的代表 關心我們高雄市政府空污問題的 所有的 我們高雄的好朋友市民喔 我想大家都看到 近來呢 我們的高雄市民也好 呃 都非常非常的重視 空污的問題 但確實 空污已經給我們高雄市 所有的 市民的健康 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危機喔 那今天還好 今天已經五月了喔 所以吹的是南風 所以大家還沒有看到 那個空污嚴重的情形 尤其是上個月喔 大家已經看了 紀錄是灰蒙蒙的喔 那上次 我們在市長市政報告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要求市長呢 一定要對空污的問題 要更加的 要特別的重視喔 那上次 但是很可惜是 我們的承諾書 他並沒有簽喔 這是我們比較遺憾的地方 但是今天我們也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要求他 在今天 要做出 空污的 防治的一個報告 等一下有一個專題報告 那我們國民黨團呢 也已經有準備了 五大訴求 而且我們認為 他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五大訴求 因為大家都知道 空污的 嚴重的狀況 我們也都知道 不是一觸可擊 可是 我們要看到的是 作為 有沒有真正的 有這樣的作為 大刀過斧的作為 讓所有的高雄市民看到 我們高雄市的空污在近期內 無論如何 要讓人民有感 能夠感覺到說 確實是有改善了 是不是真正的 大刀破斧的 有魄力的去做了 這是我們今天 待會兒 我們在黨團 會開一個記者會 會把我們的五大訴求 會說明的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這些環團喔 對於高雄市民的 空污的重視跟關心 也看到他們的用心喔 所以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人 都應該有支持 來重視這個問題 以上 好 我們謝謝 童董招 童董招加油 加油 童葉真 加油 童董招 加油 曾議長 加油 那因為我們現場 我們陳美雅議員 你們的議員也來到現場 那因為那個 議長要去開議喔 是不是 那個我們先讓議長先離席 好 那麼 議長可以請您 請市長出來 接我們陳情書喔 好不好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我們請議長替我們請市長出來接陳情書 好 好 我們聯盟今天還是會繼續在這邊等 我們今天 就是要請我們的陳情文市長 出來接我們的陳情書 並且承諾簽名 好不好 好 好 好我們請陳美雅議員跟我們支持 謝謝歷史哥 謝謝我們所有團團的這些勇士們 你們好 我是陳美雅 那其實我長期以來都跟我們的這些團體站在一起 因為我們認為高雄市民應該有權力呼吸乾淨的空氣 但是因為政府的不作為 我們現在看到高雄市的天空總是灰蒙蒙的 最老舊的新達電廠在高雄繼續燃煤發電 傷害我們高雄人的肺部健康 並且 許多的大型的工廠 國營企業 繼續的在排放黑煙 污染高雄的天空 那麼我們在這邊要求 陳情脈市長要硬起來 高雄市民的健康不能等 因為空污而奪走了人命健康 已經有多少人是因為空污而失去掉他們的生命跟健康的 環保局你已經把相關的數據統計出來了沒有 根據我們的環團這邊統計 高雄市大概有多少人 蘇醫師 高雄 黃醫師我們高雄大概有多少人因為空污而死亡 107年是1657位 高雄市的市民是疑肺癌 所以其實很多的醫生 所以黃醫師跟蘇醫師你們應該都很清楚 很多的醫師為什麼都站出來 因為他們說高雄市現在罹患肺腺癌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這個跟我們的空氣污染是有絕大的關係 所以目前我們要求比新冠肺炎跟他一樣嚴重的 就是我們的空污問題 如果要保障我們高雄市民的健康 如何有效的改善空污 這是高雄市目前市長最應該要馬上來做的 所以陳其邁市長你真的要硬起來 我們要求你待會一定要出來這邊 接受我們環團的陳其 並且把你要如何整治空污的議題 跟全體的高雄市民說清楚 我們不要在高雄市總是灰蒙蒙的了 再者我還要再提一點 在前幾次有一次是那個高雄市不是發生一個大火 垃圾事業廢棄物的掩埋場大火 高雄市民都聞到了滿天的這樣的一個廢氣 可是呢高雄市政府居然告訴我們說 空氣品質檢測出來沒有圍標的現象 我們光我們覺得這個回答是非常荒謬的 當高雄市政府你這麼樣的駝鳥心態 這麼樣的不重視高雄市民的空氣品質的時候 我們要求陳其邁市長你必須要負起你的責任 高雄市民的健康是不能等的 陳其邁一起來 謝謝陳菲亞議員 謝謝 陳菲亞議員 陳菲亞加油 陳菲亞加油 陳菲亞議員加油 我們邱宇軒議員也到現場 那我們剛才其實陳菲亞議員講得很好 重點不要呼嚨 其實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我們不是要把陳其邁市長怎麼樣 而是希望他出來面對大家 給個承諾讓市民有個期限 不要只是遇到空 然後呢要告訴大家沒事沒事 真的沒事嗎 死這麼多了還沒事嗎 所以這個很務實的訴求 那我們也帶了陳其邱 我們也希望陳洛書市長把它簽下去 好不好 那我們也歡迎我們這個李梅貞議員 來跟文志祺 謝謝今天在場的媒體 還有我們的環保團體 那其實呢陳其邁市長就一直號稱兩年拼四年 在之前參加空屋的遊行的時候就說 我們有加入脫媒者聯盟 其實他跟環保局長根本一點溝通都沒有 環保局長到現在他說叫環保局 然後把我們騎乘給交出去脫媒者聯盟 他完全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跟環保局根本完全沒有溝通 所以呢一直號稱打假球 說我們要加入脫媒者聯盟 到現在連齊城都沒交出來 所以陳其邁市長 我呼籲你已經當了市長了 所有的高雄市民都在等著你解決空屋的問題 可是你卻一直在打假球 一直沒有做出成效出來 所以今天希望你可以站出來 接受我們陳情書 然後拿出你當市長的guts 把空屋解決好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李梅貞議員 李梅貞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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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一個很實在的啦 被我們今天鐵娘子軍團 包括議長陳情邁市長 號稱暖男 是不是也應該站出來 不要讓女性等嘛 對不對 人家女性優先 優先完換你了 趕快出來 謝謝 那我們換我們邱宇軒議員 謝謝在座所有的媒體先進 還有我們的環保團體 以及呢現場所有的民眾 大家早安我是宇軒 我想空屋的議題不分藍綠 高雄人的健康不能被辜負 高雄人的健康是比什麼都重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面對空屋的議題 剛才我許多議員同事都已經講了 我們看到陳其邁的態度 其實非常打假球非常軟 非常沒有辦法的正面去迎戰 我很想問他陳市長 你不是說兩年拼四年 高雄人的空屋的問題 已經在高雄非常非常的嚴重 剛才我們有兩位醫師有講 我們肺腺癌的比例 肺腺癌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麼 比如說面對新達電廠 你的態度是什麼 新達電廠你的態度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把新達電廠停機 還給高雄人一個乾淨的天空 最近我也掉了一個數字 高雄人的AQI指數大於100的 基本上是台北的3倍到4倍 為什麼我們講一樣的水 我們一樣是台灣人 可是我們得到這樣子的空氣品質 所以今天陳其邁你上台之後 你不是說你有四大優先嗎 難道高雄人的健康不優先嗎 所以今天我們站在一起 其實是不分正的 我們同樣只有一個心願 我們希望高雄的空屋被改善 我們希望高雄的藍天再現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希望我們高雄的未來會更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也感謝也希望我們的市長 真的能夠兌現 告訴我們高雄是什麼時候變成五媒城市 高雄的健康什麼時候可以得到平反 感謝大家謝謝 謝謝邱宇軒議員 邱宇軒 加油 邱宇軒 加油 邱宇軒 好 我們歡迎陳洛宇軒 好 謝謝 所有在座的在場的所有的媒體記者 先生小姐 我們所有今天的這個我們環團的所有 站出來的大家所有的好朋友們 那我想呢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寧願相信世界上有鬼 不要相信民進黨的那張嘴 兩年拼四年剛剛邱宇軒已經有講的 我們的市長呢 他的四個政策之一 第一個就是改善我們通屋回優先 但是改善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新達港的燃煤電廠 這個是全能來呢 可以說是最老舊的一個電廠 現在目前呢已經使用了三十二年到三十六年 這樣的一個時間之久 早就到了該廚藝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也希望呢 陳其邁市長真的要硬起來 包括呢我們環團所提出來的 我們高雄市的電力設備的一個 家園排放的一個標準草案 到現在還是一直被退回 兩年多了 所以今天我們也希望呢能夠要求呢 一定要儘速的在今年能夠呢過關 我們希望呢陳其邁市長 拿出你的魄力 環境力會影響我們的經濟力 經濟力會影響我們的競爭力 我們現在高雄的競爭力 已經是六都的最後最後班啊 所以我們希望呢陳其邁市長 五媒城市或者是脫媒 我們希望呢他要說清楚講明白 何時實施 何時能夠向中央來大力的爭取 我們市民不能夠等 我們市民呢不要再去吸到髒空氣喔 我們也希望呢這種 所謂的我們市民要自己去承擔 我們健康的可能離癌 或者是得病這樣的一個高風險 我們要站出來說不 我們要爭取我們的呼吸權 所以今天呢我們國民黨團呢 站出來跟我們所有的環團的好朋友 一起呢跟我們的污染說NO 也希望呢陳其邁可以出來共 我們這一次呢大家呢一起呢加油 我們也不排除如果陳其邁沒有答應我們的呼籲 我們會再大規模的不排除 再一次的反空屋的大遊行 謝謝 好我們謝謝陳柔翠議員 陳柔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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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什麼議員出來議長出來我們要給他加油 因為他幫我們人民說話 幫我們高雄市民說話 這樣是代表人民 大家知道民意代表最重要是代表民意 國家是人民的高雄市是高雄人的 市長是高雄人選出來的 他理當幫市民服務 議員幫市民發表心聲 所以我們支持他 剛才陳柔翠議員說這個電廠啊三十幾年喔 比我還老啊 荼毒我不夠 現在再荼毒我兒子 我老會也要出來了 那是不是連我老會也荼毒 大家能忍受嗎 要荼毒多久 我們台灣號稱已開發國家 結果呢 我們用了發電設備 是開發中國家 大家能接受嗎 這麼老舊 這一陣子啊 我們偉大的蔡總統 我都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叫他郝曉雲總統 他呢 宣誓說 喔他在台中減煤很多 大家想一下 我們那麼好的小英總統 他在台中減煤 是他的功勞嗎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少掉的煤在哪裡燒 高雄啊 新黨武力發電廠啊 大家要忍受嗎 所以今天 總統遙望在天邊 市長近在眼前 我們這裡 經國不讓虛美 全部在這邊 都是我們的議員 都站出來了 出來見見人民吧 我們也是市民啊 出來見見人民 講個承諾 不能馬上承諾 說個原因 講個明白 大家都可以接受 不要今天上班日 你在上班 那人民還要請假 來陪你上班 成何體統 所以我覺得 今天大家 趕快 我們一起來呼喚 再呼喚一次 我們陳其邁市長好不好 陳其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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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邁 大吉邁 陳其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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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邁 大吉邁 我們今天 就是要訴求 反空 好 我們 我們剛才 這個給你 我們剛才我們的 黃毅林醫師 有進去 送了陳情書 給民進黨的黨團 但是 傳染的消息 竟然是有議員出來搗蛋 我們搞不清楚 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我們聯盟的醫師 送陳情書進去 民進黨的議員還要出來搗蛋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他不屑我們的陳情書 還是認為 我們人民在外面搗蛋 是這樣嗎 可以忍受嗎 我們讓黃毅林醫師 來敘述一下剛才的狀況 非常感謝所有在場的來賓 也感謝我們國民黨團這麼熱烈的支持我們所謂反空這個活動 跟大家報告他們黨團是接受的 黨團裡面有三個醫生一個江議員 他們還要總召 總召也是我們醫學變形 他是父親科醫師 他也完全接受 但是有另外一位姓林的 他就一直講說 為什麼不讓三接通過 請問一下我們今天是跟三接有什麼關係 我們今天是 空誤會 所以感謝我們的若萍議員 還有我們的這個 感謝他們 感謝他們他們要開會 他們的先進 還有我們的陳議員 還有 這些都 對對對 所以我要感謝大家 在我們上次萊克多班 反對萊克多班的陳情 他們民進黨完全不願接受 這次能夠接受我們 所謂這個環團的這個陳情 我覺得已經很高興 至於有部分的議員 他反對我想我們不必太過在意 雖然我們很憤慨 為什麼三接跟我們今天反攻有什麼關係 三接在桃園不是嗎 他認為做了三接以後 高雄燃眉就可以無眉化 這個有什麼關係 高雄是青島火力發電 是高雄也是全台灣污染最嚴重的火力發電廠 我們只有這樣範圍的這個訴求 他竟然為了這個還跟我在討論 但是我沒有跟他吵架 我用理說明他 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要求就是把燃眉 按照陳其邁的議事 兩年當四年用 你說二零二五年要無眉化 我都要求 我們新黨先給我減眉或無眉就可以了 我們要求是這樣子而已 難道高雄市政府沒有能力嗎 因為我們多出三分之一的能源是外送 為什麼 我們的書醫師有講過啊 百分之六十七的能源高雄市就過了 為什麼我們要產生能源送到其他縣市去 這合理嗎 合理 所以我不知道高雄市議員到底是 是為了執政黨而執政還是為人民而來監督 我真的不知道 謝謝 謝謝 我們 快點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還有一份陳情書 是要給我們五黨團結聯盟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得知五黨團結聯盟 因為他們在登記 要上台報告的時間還未到 所以他們是希望說可不可以晚一點 沒關係 今天既然有誠意要收 我們就在這邊等他好不好 好喔 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最重要的一份陳情書 一直送不出去 這個就是要給市長的 我們已經從九點等到現在了 沒關係 我們繼續等 那接下來 好 我們感謝我們李先生阿賢 我們剛才黃醫師已經講了很清楚了 我想大部分的議員 不管是什麼顏色 他們都願意接受理性的陳情 我們今天非常的理性 我們也沒有率眾聚眾衝進去 我們就是來陳情 來說說 來說看看 來高雄人的心聲 我一個年輕人在這裡 真的是 拜託啦 拜託你快點出來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出來一下下而已 講的幾句話 兩年拼四年 我們都相信你 我們高雄市民也讓你高評動算 你現在你所有的政策都要加速啊 所以剛才黃醫師也講得很清楚了 二零二五嘛 現在二零二一嘛 所以四年 啊除以二變兩年 啊不是 趕快做 趕快做 越快越好 我相信市長一定能接受這個樣子 但是 關於這個 所謂空污會造成的一些醫學的問題 我們請我們蘇醫師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高雄市民 站出來 其實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 已經來這邊 開過記者會 那我相信陳其邁市長非常清楚 知道我們提出來的三大訴求 也知道我們今天啊聯盟還有我們的市民要來找他 希望他能夠承諾改善高雄市的空污 可是我想陳其邁市長要不是沒有能力解決空污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誠意來面對我們民眾的要求 所以我們到了現場發現不到我們最想見的陳其邁市長 這是一件非常讓人失望的事情 也是非常讓人生氣的事情 因為我要告訴其邁市長 高雄市的空氣污染存在已久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身為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你就必須要捍衛高雄市民的健康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 在台中的盧秀燕市長 他為了台中市民的健康 他不惜槓上中央 但是高雄的市民 卻沒有一位市長 願意為我們的健康 跟中央政府表達一點 剛剛有在講 說為了三接 我們高雄的空氣污染就會改善 天大的謊言 為什麼 今年4月4號 空污大遊行的時候 環保團體是不是提出來 希望能夠把新達火力發電廠 在今年就停掉 四座的燃煤機組 陳其邁市長那一天 對環團的承諾說 他會跟中央爭取 本來是二零二六年要除疫的 看能不能提早個半年一年到二零二五 有一些機組先逐步的提議 可是他落落的這樣一講之後 立刻被經濟部打臉 經濟部說什麼 新達火力發電廠不是你陳其邁管的 各位高雄市民 做一個高雄市民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真的是講不下去 原來民主進步黨執政的中央政府 看不起我們民主進步黨的高雄市長 那高雄市民不是更可憐嗎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要告訴其邁 我們是給你籌碼 我們是給你勇氣 我們是給你後盾 可是你逃走了 你損棄了 你有夠功 今天你如果出來面對我這個承諾 你把它簽下 我也知道你做不夠 我也知道中央政府做不夠 但是你季節可以拿高雄人出一口氣 為什麼台北人用電 要來死高雄人 這天理何在 其邁你是當醫生的 你非常清楚 也不要我今天來教你 因為你的學歷還比我高 你還是台大的公共衛生的碩士 應該是其邁來教我們 到底空氣污染 對我們市民的健康有多麼嚴重 可是我們選出了一個 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的醫師 當時擔任市長之後 我們的空氣污染沒有改善 今年的一到三月 高雄市的空氣污染 比去年的一到三月 還要嚴重的兩成到三成 其邁市長待會兒會在裡面報告 我都不曉得他要怎麼樣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聯盟在這裡要呼籲我們全體的市民 包括今天來陳情的民眾 陳其邁市長既然逃走了 那我們就只好自己站出來 高雄的空氣污染 只能靠我們市民發出聲音 今天市議會在這裡是一個民意機關 所以我們是來陳情 如果其邁你還不願意出來 那改天我們只好到市政府找你 你是市長那我們去就不是陳情而是抗議了 所以我們希望秦邁市長 因為您是一位暖男 所以我們也用溫暖的態度 今天來到市議會 送一個非常溫情的陳情書 希望給你暖男當一個後盾 可以跟蘇貞昌院長講一下 高雄市民已經忍不下去了 高雄人的脾氣變不好 我們是在喝奶 我們不是脾氣很好 到高雄人忍不下去的時候 那個發生出來的爆發力 那一種明月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們當然呼籲 其邁我相信你還認識我 我也認識你 當年在野百合的時候 我們也都是一起為台灣的民主奮鬥 希望能夠改善高雄的環境污染 莫忘初衷啊其邁 今天有空你來這裡幫我們寫下名字 改天你要去跟蘇貞昌院長談判的時候 我們絕對當你的後盾 但是你今天如果不敢來 那你就是與高雄市民為敵 到時候市民到市政府找你抗議的時候 還希望你要有Guts一點 好好的出來面對高雄市空氣污染的問題 因為這是人命關天 高雄市民不是三等國民 我們還願意給其邁市長一些時間 希望你能趁著還有空檔的時候 願意來表達對我們三個訴求的承諾 承諾的這三個訴求 會給其邁更大的力量 來跟中央要求 來改善高雄市的空污 這樣才是真正的兩年拼四年 而且你以後還有四年八年 甚至未來前途無量 有一天說不定會高升更大的一個官位 但是你做官不是我們在意的 我們在意的是高雄市民的健康 但是不要忽視高雄市民的憤怒 今天我們理性的陳情 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 改天可能會有更強烈的抗議 這不是一個警告 這只是一個說明 我們希望其邁能夠好好的把這些話聽下去 好好的來面對所有高雄市民 都在接受毒氣污染的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非常沉重的呼籲跟期待 謝謝 我們謝謝蘇醫師一分真摯誠懇的一個發言 我想我們高雄市民都知道 環境的污量就是這麼嚴重 從來沒有減少過 剛剛幾個議員說明的時候 我才知道電廠比歷史哥還要老 我的天啊 我們還要忍受多久 只是一份卑微的訴求 但是高雄市民真的很卑微嗎 絕對不是 就像我們蘇醫師說的 我們在憤怒就是我們的人 我們用最理性 最平和的方式 今天在這邊呼籲 陳市長趕快出來面對 這個出來面對不是要為難你 只是要你簽一下 因為市民市長應該是一體的 大家做會 靠立領 才可以讓中央知道 讓我們熟情聰議長知道 高雄的困難之處在哪裡 他們天高皇帝遠 他可能不知道 他聽到高雄的民意可能跟他的頭髮一樣多 但是我們要讓他知道 高雄人可能比他頭髮還要多 那這個民意 就希望市長跟我們一起表達出去 而不是單純的 來這邊市議會看到我們自動閃避 不是暖男嗎 剛才一系列站出來的都是女議員 暖男不是看到女士應該來服務一下嗎 到底去哪裡了 所以我希望陳其邁市長不要只躲在裡面吹冷氣 跟我們在外面一樣享受自然的暖氣 這裡才是暖男 不然真的變軟男 很軟的軟 真的硬不起來真的不行 好不好 男人最怕不要亂講話 好 那我們請我們的領先人阿賢 各位好朋友 現在是9點44分 我們今天來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我們只希望我們的陳情書可以送出去 那我們希望市長看了陳情書之後 可以在上面承諾簽名 就那麼簡單 但是剛才我們蘇醫師也說了 如果今天我們的陳情 得不到我們所要的陳情的結果 我們高雄人不是好Q的 我們高雄人不是插頭 不是塑膽 如果今天你不出來理我們 我們高雄人心底不是很好喔 那如果真的要讓高雄人受不了 我們來市議會陳情若是沒有用 我們一定會有下一步 不要看不起人民的力量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還是身在市議會 我們今天我們拿出 我們要陳情的這樣一個誠意 我們希望市長你還是可以出來 我們知道現在市長就在議會裡面 只是他不選擇出來理我們 所以我們還是要叫他出來揣公對不對 陳其邁揣公 陳其邁揣公 丹吉邁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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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我們來請媽祖好不好 最近最紅的就是媽祖來請人 媽祖要做的 你要做得到嗎 要做得到嗎 要做得到嗎 要做得到 我們大聲喊 讓陳其邁市長知道 我們如果請他不動 我們搬來媽祖 待會兒我喊陳吉邁 大家敬了好不好 陳吉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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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要懂市長啦 我們現在我們就是要讓市長知道 我們體育今天要讓市長出來 我們今天要讓市長出來 我們今天要講 各位好朋友 我們今天是軍中議會 所以我們下一次 一定會提出更嚴重的訴求 但我們今天 把我們的新生說出來 我們有準備 民主發生台 就在我們的議會裡面 沒關係 各位好朋友 大家的朋友上來跟我們講 感謝我的氣勢 今天就是要等到市長期待 我們當年 我們現場 有一個舞台 我們現在來那麼多 好 各位好朋友 我們今天要準備 我們今天要準備這個民主發生台 我相信大家內心有很多不准 大家內心有很多不滿 我們歡迎所有老朋友 等一下一起來 這個台上好不好 一人幾個分鐘 把你心中 對於高爾斯庫屋 對我們今天環團 所陳述的內容 一起來 你們可以進來兩到三個人 好 那我們派代表 可以代表進來 好 沒問題 那我們請 好不好 因為你們才是高爾斯庫的主人 是 我覺得你們要 陳記輩 出來 陳記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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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我們的 新人哥 然後 黃醫師 OK 黃醫師 然後我們阿血好了 陳記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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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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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現在黨團要讓我們進去啦 是啊